蒸籠冒出白煙 新鮮海鮮讓人看了垂涎三尺 台灣美食展登場 遇到週六人潮滿滿 台灣餵小吃在展場飄香 他說是嘉義的美食 我們想說嘗看看 如果好吃的話 我們吃完再回頭跟他買這樣子 營業的消費力也是滿強的 跟漁網比起來 我覺得消費力道還是很強 最熱賣是三倍粉絲 大概賣兩百萬左右 來自嘉義的人氣砂鍋魚頭 買氣也超夯 其實一開始我們預估是比較跑聰 但沒想到還不到下午 我就全部賣光了 還馬上回嘉義再補貨上來 美食吸引人暑假到來 飯店業者也相繼推出住宿餐券 台北京華酒店的BUFFET餐券 折扣五點四折 台北天成飯店的月室餐廳 港點優惠券千元有找 另外台北元山飯店 住宿通用券 食用三張加碼晚餐跟導覽 有想要看元山跟福華 因為也以前常去吃 想說今年有沒有比較優惠 不管是日本福食 還是你我最熟悉的 台灣味小吃 都要和飯店業者 一起在一年一度的 台灣美食展中 搶攻復蘇旅遊商機 金新聞 蔡慶寅 余嘉偉採訪報導 因為未來的所有人也受歡迎 在箱於十分的 市場吃 中文做